池塘里面打个滚 我爱吃婆婆 不是我的哥吧 在中国的传统的元宵节当天呢 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叫做猜灯迷 比如兄弟姐妹情一生 抱坐一团入池塘 池塘里面打个滚 捞起立马 羞红脸 打一个我们想吃的东西 嗯 这我真的猜不出来 中红脸 是红脸 经常葫芦 就是兄弟姐妹大家抱着一团 然后进入池塘里面 火锅 虾 我爱吃火锅 是一个火锅食材 虾滑 然后你就说了虾滑 因为这个是一个初级入门的 接下来一个更上难度了 那么严肃来 好巧克力和西红柿打架 巧克力赢了 打一个食物 巧赢了 拆一个食物 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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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克力和西红柿打架 巧克力赢了 拆一个食物 什么食物 零食 零食 巧 巧 巧克力赢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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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的歌吧 不是 好 黑氣球把白氣球踩爆了 白氣球把黑氣球踩爆了 黑氣球要怎麼辦呢 氣球是不是有首歌叫氣球 太合你了 嗯 黑氣球該怎麼辦 那二人扣吧扣吧扣吧 好 縮小一下範圍 這首歌是周杰倫的 喂 會覺得你應該嗎 求求 欸 他去 告白氣球 對 為什麼 告白氣球 他 他去告白氣球 下宿 接下來一個是比較簡單的 打一個食物 白肚皮圓溜溜甜蜜蜜 太黑心 麻糬 有點 芝麻湯圓 對 是的 好的 下一題 你的家鄉有一個非常 出名的食物 是一個水果 叫榴槤 榴槤不記得回家的路 打一個 成語 榴槤不知道回家的路 猜一個 成語 榴槤不知道 榴槤忘返 哇 天哪 還是有點東西的 好的 下一個 請問薑 一個整個炒菜用的薑 切成了四段 會變成什麼呢 猜一個什麼 猜一個口號 一號 將將將將 哇 哇賽 天哪 來 再來 欸 開始有信心了 再來一個 好 等等就最後一個 好 約會時不會約什麼樣的人 打一個人群 人群 約會的時候不會約什麼樣的人 約 這題有點難 下一題 沒有下一題 可以答案什麼 是小朋友 因為不約而同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和 在這邊祝大家 元宵節都談談 跟元宵節快樂 不好意思 那對 也是 元宵節快樂 對 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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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謝謝